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潘老師 今天潘老師在哪裡呢 潘老師在操場 為什麼來到操場呢 因為剛才遇到警衛梁伯伯 他說 潘老師趕快再看操場一眼吧 因為從明天開始 操場就要圍起來 要進入施工狀態了 所以呢 這些打球的朋友呢 從明天起放學 以後就不能來這邊打球了 我們來找個人請問一下吧 這裡有沒有中正國小的校友啊 就你不要跑 等一下 欸等一下等一下 不要這樣啦 完了這段傳問中斷 這個好了這個好 賣照 潘老師你好 你看得到你自己嗎 看得到看得到 你經常都會回去要打球嗎 對會 那從明天開始就不能打球 你有什麼感覺呢 欸 我會去新高打球啊 所以沒差 你一點都不懷念喔 你可以照那個 那個是腦殘 哈哈哈哈 我沒說你娘 叫你說腦殘 你看 中正國小的校友其實是非常喜歡回來學校 我每次放假或放學 都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大堆的校友回來打球 不過大家要注意囉 從明天開始呢 也就是十二 欸明明天是四 三月七號對不對 欸對 三月七號 感謝一下 謝謝 三月七號開始 學校的這個操場 就要圍起來施工 大概要兩個月到三個月之間的時間 所以這段時間 如果你跑回來打球 發現操場被瘋了 那就是你沒有收看 潘老師的部落格的定期報導啦 那你要知道什麼時候解除 潘老師發表這篇文章的時候 會再去查一下 記得喔 放學以後暫時不能來囉 今天潘老師的報導就到這裡結束了 掰掰